過年也要賺一筆 我會想要就是讓我的小孩 可以多賺一點紅包錢 因為其實都幫他們重起來 其實我跟 回娘家 大概差不多有十幾個人 會給P的紅包 如果他們包太小 我們會 所以他們會包得比 平常的小孩都更多 現在開始 只要能上網就能看超市 即日起超市長達優質節目 無論任何時間 任何地方 通通讓你不錯過 立刻上Yahoo 奇摩搜尋愛健康 Yahoo 奇摩名人娛樂和語音 超市精彩節目一次看個勾 您現在收看的是 超級電視台 情侶跟我這樣過 那我擋故城我都在220級 我不是就是高危險群 是 真的喔 也超過自術 但是你不胖啊 我不胖 哦 你真是好運 表示你不是揍著不動 其實膽囊它只是一個容器 所以膽子主要分泌還是乾 所以其實要小心乾 而不是就是膽囊 它就是一個裝膽汁的容器而已 你沒有了 你還是一樣有一樣的功能 而且就像剛剛教授講 一樣會有結石 所以意思是 紅哥它雖然割掉是割膽囊 對 讓它膽汁造常分泌 造常分泌 只是沒有很濃縮 因為膽囊是個袋子嘛 所以你一分泌 它多的會 它會分泌到膽囊裡面存起來 所以你比較油的時候 它就會分泌比較多 比較好消化 所以你吃比較油的時候 你就不會拉肚子什麼 但是你今天沒有一個濃縮的膽汁 那你吃很油的時候 你就會直接就拉掉 因為你沒有辦法完全的消化 你不能吃大餐 因為大餐就需要昏迷多 你沒有一個水庫裝的放下來 對 可惜了 本來想說待會錄完 請你吃大餐 可惜了 真的嗎 這個馬後泡泡的分泡 可是 你以前是怎麼樣 你為什麼會膽結石 因為我以前很喜歡吃生魚片 生魚片 生魚片 生魚片很喜歡吃海蠶類的東西 那油炸的東西也很喜歡吃 炸雞啊 然後鹹酥雞啊 都很喜歡吃 你喜歡的頻率是多高 我無時無刻 有時候我覺得是 吃宵夜的時候 我都會是 都選這類的 買鹹酥雞回去吃 是喔 對 因為那個味道實在太香了 就沒辦法去拒絕它 一個禮拜有到三次以上嗎 不止 不止啊 那你膽結石痛到 那個感覺是什麼 我的膽結石痛 我痛三次 你看我多倒楣 第一次你應該不知道 我已經胃痛 對不對 第一次很痛 我說我從來沒有胃痛成這樣子 因為我以前只要胃痛 或者肚子痛喔 我去上個廁所回來就好了 但是這一次去上廁所 什麼都沒有喔 還是很痛 然後我就忍著痛 忍著痛喔 忍到好不容易那個 不痛 天亮了 天亮了 就天亮了 我去給醫生看 醫生說你這個是胃痛喔 然後我說是胃痛啊 結果 結果他先幫我處理一下 他幫我打一針 那針是什麼針我也不曉得 打下去之後半小時完全就不痛 哇 我是抱著肚子進去 那開開心心地走出來 我說欸不痛 結果沒想到第三天他又來了 隔了三天 第三天 他就說喔那不對喔 你這可能不是胃痛喔 我們要幫你安排你照一下胃鏡之類的 然後去照胃鏡 然後你的胃有一點發炎這樣子 就是發炎 還是發炎的 胃有一點發炎 但是不至於那麼痛 後來他又幫我打一針 我每次去他就幫我打一針 打完了之後 然後有一次我在錄影的時候 晚上九點多 九點半我們那時候live的現場 我說欸不行 怎麼肚子又痛了 痛了 從來沒有這樣子過 糗了 然後我就去直接就到 因為九點半 我連live都沒有上 我說你臉色發白 他們說你臉色發白了 你是怎麼樣 我說大概快死掉了 痛到快死掉 然後我到我們家樓下有個嘉醫科 他說你這個不是胃喔 你這可能不是胃 你看看是不是膽 他跟我講說你可能是膽的問題的時候 我突然想到 我兩年前去做身體健康檢查 他就幫我照超音波 我說你有膽結石喔 他說他只要不犯 沒有就像我們那個林醫師講的 不犯的話不要理他沒有問題 我說那不犯的話 為什麼今天會那麼痛 結果我再去醫院又打一針 但是他們照胃進去 沒有發現什麼你知道嗎 結果後來我直接就到星光去了 星光一照 哇你這裡面膽好多結石喔 然後禮拜六去 禮拜天一大早 當場就說要開刀 那一天日子還真好記 天啊 然後早上六點多就進手術 開到九點多就把它拿掉 這樣拖了好幾天耶 拖了好久 我痛好久 然後我老婆說 你要不要看看你的膽結石 我說嗯 還可以看我的膽結石 因為他拍照下來看 哇真的跟沙灘上的石頭一樣 一個白白的 所以有沒有標準他膽結石的症狀 其實膽結石在臨床上診斷的話 是有三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就是上腹痛 右上腹 對 假如是心弱你要靠你的右邊 靠右邊 對靠右邊 其實這地方痛喔 常常是很激烈的腳痛 喔好痛喔 那種痛就是比 對 會流冷汗 會流口水那種 就是快死掉了 先是會放射到右部的肩膀 就是肩胛骨 為什麼呢 因為它神經相連到 對 對 所以會放射性的 所以它的痛其實跟胃還是不大一樣 有時候我們會去做這個臨床的一個理學檢查 我們會壓在這個膽的這個地區 壓到壓深一點叫你深吸氣 你一吸氣就碰到了 你假如膽發炎馬上受不了 就停止呼吸 就馬上就劇痛 就不會呼吸 這是一種診斷吧 對對我們叫morphic sign 就是一種診斷方法 壓著你深吸氣就碰到 膽朗發炎碰到你的手 就痛得讓你受不了 你就啊一聲 這種就有確定診斷 第二個常常會 花炎的這個 我們的胃炎不會發燒 也不會白血球增加 更典型的是加個黃膽 眼睛變黃黃的 因為你那時候已經有感染了 所以才會有症狀 不過膽結石它有一種名稱 叫沉默即食 對不對 所以它就是平常都 對 都不說話 我臨床好多人來的時候都是說 對 終於是都還好嗎 他說我們要聽得懂才對 他應該就是像胃一樣 他會提醒你 你餓的時候要痛 或是飽食有種 可是他不說話的 不說話意思就是說 他沒有症狀 你觀察不出來 你只是覺得肩膀痠痛 三不五十一場去撩鈴 來泡個熱澡 然後肩膀就比較鬆之類的 對 結果往往到後來才發現 食慾不正 甚至到眼睛臉都變黃了 發現原來是膽結石 就是它有典型的放射到 右肩的這種疼痛的症狀 只有右半邊 對 很明顯的 大部分 對 大部分就不對稱 以為是五十肩 一開始媽媽熟五十肩 結果後來發現是膽結石 那有可能痛兩天 就又舒緩下來嗎 常常都這樣 有可能 自己會黃 自己會好 了解 但是你也不要一直等 因為這個 痛到 前幾天報紙有個醫師被告 就是說 膽結石 膽管花炎的去開刀死在上面 結果醫師就說 你是因為這個疾病 你太晚了 所以病人說 你說小偉 你給我開刀死掉 就要告訴我是疾病死掉 對 所以事實上 有時候 有時候 有時候你真的是很危險 有時候醫師不開 我好擔心喔 我現在應該怎麼辦 我今天已經兩個病了 對啊 反鮮死你現在也有 身體才不會癢也有 我覺得我這邊有時候 也會有點痠了 我痠了啦 你現在整個心情 要忐忑不安對不對 對啊 開始不安了 沒有 你明明就是 治理神經師 疑心病 疑心病 是不是更年遲到 都要講 可是你剛剛講這個事情 讓我想到 剛才其實林醫師 或者是彭希都有講到說 如果她其實 沒有症狀的時候 可以和平相處 所以就是和平相處 但是和平相處 也有和平相處的方式 方法 就比如說像文華覺得 知道自己已經有小科的膽結石 要怎麼跟她共處才是重點 因為之前有一個大學女生 她就是一樣 她也是檢查 早就知道自己有膽結石 那膽結石之後 醫生也是跟她講說 沒有關係 這是可以和平共處的 沒有症狀之前 我們不必急著處理它 所以她早就不忘記這件事 早就沒想到這件事 然後開始有一次 就看到全班大家都在減肥 各式各樣減肥 她決定她要來減肥 她的減肥方法就是 一天只吃一餐 她一天只吃一餐 對 然後一天只吃一餐 因為她想說 那一餐再怎麼吃大餐 也絕對會比一天三餐加起來少 所以果然 她這樣大概兩個多月 她就瘦了 可是兩個多月瘦的時候 她不是因為瘦了 去醫院怎麼樣 她是瘦了兩個多月的時候 就突然肚子一樣巨痛 痛得快死掉 然後送醫院 然後醫生就發現 她膽結石整個卡住 你知道嗎 可能是整個塞住了 而且她那個結石就是比她平常 本來之前觀察的都嚴重很多 她就推測就是因為 她用這種減重方法 然後因為就是每天只吃一餐 讓她的膽結石惡化的 你只吃一餐喔 對啊 你們兩個攜手去檢查一下 我前一陣子可能在減肥耶 不是啊 而且你完蛋你一天一餐 然後再加上 你都不吃油炸的 她不吃耶 而且肉啊什麼 她只是菜 你的水庫已經乾涸 然後已經結成在底部了 她水庫裡面就是 快結晶了 真的 她膽囊就慢慢把水溫吸收掉 那膽汁就濃稠 膽固醇就濃稠高濃度就結晶 就變成會附上去就會結晶 所以有聽說有什麼方法嗎 我是聽人家講說 就是每天 就是前面五天 先喝1000cc的蘋果汁 然後到第六天的時候 你就喝鹽水 然後檸檬汁加橄欖油 然後晚上睡覺的時候 要側右邊 側右邊 那個膽結石就可以擺出來 有這種事 我也有聽說過 我那剛剛會腦神經摔落 我要你沒有側右邊 摔到一半 你還把你沒有側右邊 翻回去 就翻左邊 驚醒 側右邊 左手的食指 下面這邊 就是是不是有一個甜形的紋路 看紋路也知道 的確這邊有個頸的 它有膽結石的比例 有比較高 在統計學上看到 可能跟某些疾病 好像出現的頻率比較有相關 一招不準 這個應該是 在法面用的吧 對